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谁 不知道我是谁 我就打得你知道我是谁 疯了吧 听语见 江南霹霓堂 雷家 雷无解 前来 怎么是你 我不过效仿一下李兄问监望成山 你这是要杀我呀 什么人 师叔主 你就是赵玉珍啊 听语 怎么会这样 我方才感受到听语的剑意 还以为是他来了 你是谁 不知道我是谁 我就打得你知道我是谁 疯了 贼命 看你的功法 应该跟齐赫是同一门 你们姓雷的真的很有意思 没事老闯着望成山做什么 哼 赵玉珍有真气护体 就算你出一百招也上不到她 你果然是她的同意 是她让你来找我的吗 她怎么样 我就是想替我姐姐出口气 你是她弟弟 你这么多问题 为什么不自己去问她呢 她说 她第三次上山的时候 要我随她下山 可是我等了她很多年 她却一直都没完 她来过了 她来过了 不可能 这望成山的一草一木 我都了如指掌 更何况是她来了 那一年你闭关练功 后雷云鹤 前来挑战 你断棋一臂将其赶下山 但自己也元气大盛 几乎走火入魔 在所有天师的加持下 闭关有盛 在你疗伤期间 李寒英确实懒得 这件事应该整个望成山都知 这 我确实不知 师父 当年我还没拜入师门呢 我当时还没出生呢 师叔祖